前女友他知道的這件事情 你教訓如何 知道 不好意思因為私事驚動大家 那基本上就是我跟前女友已經分手 那現在正在發展一段新的關係 如果非拍照跟前女友分手 那想要上海跟她簽收一些工作 那就是朋友在聊天之間的互動 那前女友他知道的這件事情 你教訓如何 知道 這件事情就是 是私事啦 那我們就是都是正常的發展關係 那也請大家多多注意 我們在公共領域的主張跟表現 那至於私人的事情 拜託大家請給我們一些空間